好 另外呢 一连串的选战脚底 我们来关系的是九合一的选举 进入最后倒数阶段了 民调的部分也马上就要封关了 联合报的台北市最新式化 手机双底侧抽样电访调查之后发现 现在在这个台北市长民调的部分呢 蒋万安还有黄珊珊分别得到了 三成六还有二成七的选民支持 目前呢 陈时中的支持度来到了20% 此外呢 有将近半数的北市选民 最不希望看到陈时中当选市长 这个比率远远高于蒋万安跟黄珊珊 好 但是其实呢 民调越来越多都已经出炉了 但是呢 我们还要来看到一份民调 这是中广跟盖洛普公司所发布的 蒋万安获得了34.25%的支持度 领先陈时中的22.79% 好 至于在这份民调当中呢 黄珊珊则是排名第三名 根据推估 全台的旅外票大约有28万人 因为疫情影响 两年没有回到台湾 因此被取消户籍 所以不能投票 蓝军因此痛骂了 政府试图影响选举 选举倒数台北市宣政进入白热化 根据中广和盖洛普的封关民调 国民党蒋万安支持度34.25% 碾压对手陈时中的22.79% 黄珊珊则是15.6% 排名第三 加倍努力争取市民的认同 要努力到最后一分钟 封关的民调显然就只有三个字 不是盖离谱就是极其可笑 第三名的部分一直都是诚实 蓝绿对决已经形成了 而且更加强化 是他的支持度 就是很无情的被撕裂 同一份民调9月底蓝绿差距8.04% 到了现在拉大到11.46% 蓝绿开始归队 但一向挺民进党的年轻族群 却没青睐诚实中 票投民进党青年上战场 20到29是立刻面临要战争 是第一批被要争取的 民进党一再打得抗中保台 得不到年轻人的认同 受疫情影响 两年没回国的国人 若想投票得在今年的7月26号前回国 否则遭迁出户籍 推算约28万国人无法投票 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双倍 约13万人没办法投票 民进党就是典型的民主下的独裁 民进党对自己没有信心 就是台商 大家回来都是要投国民党的 全世界都在通讯的办法不准 再把你户籍除掉 这种拉萨包 他以为他可以赚到便宜 选举进入歌喉站 政党每一步的背后都充满酸气 记者是红如陈宇荣 台北报道 好我们来看到 国民党的台北市场候选蒋万 他其实多次要求 卫福部应该要公开 高端疫苗的采购合约 但是也包含了卫福部 还有指挥中心 都以保密作为理由不公布 卫福部长薛瑞源 在帮市长候选人陈时中 站台的时候 还反奉蒋万安 自己自称是美国矽谷新创律师 却连保命协定的作用都不懂 难怪会被资浅 他自诩 他说是矽谷的新创律师 各位 新创是什么 什么东西 什么外国呢 我给大家报告一下 有的人 很厉害 他发明一项东西 他觉得他这些东西 这些産品 有法度 大大的客店 他可以购买了很多钱 所以 他就自己去开一间公司 开了这间公司呢 目的是什么呢 他要将他这个发明 博白的人知道 他就要募资 募资就要找人来投资 另外 他这个东西 要大量的借责 他就要去找 协力厂商 这个客户里面 因为他的産品只有一种而已 他要把这些募资的对手 他要把他的协力厂商 他要把他的客户来 什么签业的时候 他不能将他这个东西的一些商业机密 只要让对方拿去 我们这个新创 四股新创律师 根本不知道什么 有做保密协定 是怎么我敢这样说呢 这个保密协定里面一定有一条 说你如果刚才发明 要把你钓这个客户 还是说主管机关要把你钓这个客户 你要怎么做 我们这个新创的 四股新创律师说 你就要公开 所以他也只要去找资钱 就是这样 新创公司 只有一项商品而已 你只要看到 涉漏了之后 你这间公司就投资了 所以这个四股新创律师 竟然说这个真没上识 实在是让人 堂目结舌 小朋友不要学 正确叫做 堂目结舌 好另外来看一下 台中市长选举的陆战开打 寻求连任的卢秀燕 请假拼选票 站在路口拜票 狂打正机牌 至于蔡奇昌的部分呢 则是打出了院长牌 因为他请到了苏贞昌 来帮忙站台辅选 好没有想到呢 因为这个车队交管太久了 最后竟然引发了明月 好主要是因为 在周日晚间大约是七点半 苏贞昌的车队行经大理人化路的时候 警方交通管制 当下有十多台的汽机车 等得不耐烦 明暗喇叭 路口交通管制 汽机车全部塞住 大家已经等到不耐烦了 疯狂碎念 真的等太久 外送员还直接立中駐 这时前刀警车终于来了 后头跟着苏贞昌坐车 好大的官威 又路人火整个上来 全部按喇叭致敬 苏贞昌 苏贞昌十三号晚上到台中大理 为蔡奇昌助选 所到之处必须交通管制 经过人化路时 让汽机车等太久引发明月 苏贞来台中上台助选 狂酸全球连任的卢秀燕 行政怠惰四年毫无政绩 台中的国际会展中心 已经在兴建中 不要因为选举 谋杀了台中进步的事实 台中选情很冷 独秀艳勤架拼选举主打正机牌 蔡奇昌则是端出牛肉 加码掌者福利 两军入战如火如荼 记者刘明晨二云杰台中报道 好您可以看到在这一天 其实交管引发了蛮多的民怨 甚至还有外送小哥 把机车立起了中柱 等院长的车队通过 当时民众明暗喇叭 我们来看一下的是王鸿威 他在脸书上痛批 苏贞昌真的是好大的官威啊 还要来关系的是台北市员 徐晓鑫的脸书账号 因为警咬绿营侧义无良公司 结果遭到网军大量的检举 被脸书官方禁言他的账号六天 好不过徐晓鑫呢 在昨天晚间已经说了 他已经向脸书声诉成功 脸书官方致歉 并且解释是系统判断的错误 徐晓鑫他也向网友回应说 各位好朋友们我复活了 海黄鲍鱼干贝AXO酱 这个你只要加上一瓢 味道马上升级 他蛋白质是鸡肉啊 是牛肉还有虾的三倍 更是呢 矿物质远高于鱼翅啦 燕窩之上 赶快上快点购 输入我的推荐带吧 CTI627就可以享有折扣优惠哦